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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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來到牛排藝術村 目的有兩個 就是要拍一些IG的照片 和順便試一下相機 理論上都算是一份休差 但試相沒有理由只有我一個 所以我就帶了個臨時攝影師 唉 不過沒有了 在我們Gadget Game中影女有些心得 同時又有些心機的就帶阿聰一個 所以今天的臨時攝影師又是阿聰 甚麼叫沒有 又是阿聰 其實呢 今天也很感謝Vinci姐和Gadget Game 給我這個機會我幫女神拍一輯美照 不過開始之前我就想問一下 你知道手上的這部機是怎樣的相機呢 這方面我當然知道 它是Nikon Z62全片複無反相機 它主打中街專業相機市場 機身相對比較細和輕便 而且有2450萬像素的全片幅感光元件 賣點是可以做到高速連拍和夜間對焦 今天我帶來這支大光圈鏡頭 用來拍人像即是拍我 就是完美 果然有做功課 厲害厲害 不過大光圈只看鏡頭上的二字都知道 你知不知道它其實還有甚麼特別之處呢 輕巧 有做功課 其實這支Z40mm F2大光圈鏡頭 是Nikon Full Frame 無反系統 第一支便宜的大光圈鏡頭 上年年尾推出時 已經吸引到不少粉絲注意了 甚至有窮人恩物之稱 採用了九片光圈葉片設計 在光圈全開之下散景柔和圓潤 比美專業級數 亦都配備了控制環 可以自訂對焦 ISO 曝光補償等等功能 我想你都感受到 這支鏡頭真的很輕巧 整支鏡頭的長度只有4.5cm 而且重量只有170g 長知識了 說完了嗎 可以拍攝了嗎 來吧 來 笑 來 給我 Come on 我們身處的地方 就是土瓜灣的牛排藝術村 現時是一個出租給藝術工作室的地方 其實它早在1908年已經興建了 前身是碼頭角的新速檢疫站 即是牛隻的中央屠宰中心 不過在1999年8月已經停業了 並且改建成為現在的牛排藝術村 在村內有很多棟紅磚平房 亦都歡迎公眾人士進來拍照參觀 看照片時間 看看你拍得如何 你真是傻了 嘩 嘩 我都佩服自己 也不錯 美天氣加上美裝備的價錢 還有美人 當然 那麼 雖然兩次走來走去都拍得不錯 當然 當然啦作為Gadget Gang的一份子 拍照得是很正常不過的事 不過說真的這一部Nikon Z62都幫了不少 它本身有一個273點的混合對焦系統 也都支援眼部和動物識別對焦 正常拍人和動物都夠勁 而且用雙影像處理器 所以最高的連拍速度達到每秒14張 連拍也可以高達124張 就算你好像動物一樣跑來跑去 都可以製作高速對焦和連拍去記錄 那拍片呢?拍片可以嗎? 是的 除了拍照之外 拍片功能都相當不足 可以拍到4K 60p之餘 呼吸效應也極少 即是在改變對焦範圍的時候 整體圖像也不會放大縮小 你看拍片的效果多麼自然 厲害厲害厲害 但是OK了嗎? 很熱了 涼冷氣 炒了炒了 Vinci姐 看你來這間餐廳 不是這樣涼冷氣這麼簡單吧? 是的 說明自肥計劃 當然不放過吃東西拍照的機會 趕快幫我拍照吧 Vinci姐 拍夠了嗎? 可以拍了嗎? 還未 現在倒個咖啡給我拍照 這個嗎? 是的 好了好了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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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 等等 等等 是不是很漂亮呢? 快點 好 原正 果然這部全片幅相機在室內環境拍出來的相片表現都不錯 顏色和對比度都頗出色 就算這裏的現場燈光不算太充足 而且充滿田園風 出來的相片都非常鮮艷 它的控噪表現都非常不錯 當我們用高ISO拍照的時候 出來的相片效果都很乾淨 果然這支鏡頭的最短對焦距離是大約30cm 即是我的前臂去到手心那麼長 所以我用它來拍攝食物基本上都沒有什麼問題 開心完成收工滿足的一天 但是我想問清楚 收工之前你是否肯定我們今天拍攝的相片是通過電腦的 當然 你這樣說是甚麼意思 你是否想說這部Z62用雙卡槽設計 而且我們今天是用這張CF Express卡 要用專用的讀卡器才能讀到 厲害 當然啦 我也是Gadget Gang 好啦 先走了 就這樣吧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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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